早晨 歡迎收看3月8日星期四的Tasty Money 繼續有小炒和梁心恩陪伴大家 3月8日婦女節 如果你喜歡上淘寶買東西 就是女王節的 歡迎大家去淘寶買東西 馬雲沒有下廣告 不過她很搞笑 她說未來要嚴打假貨 買一件就要拘留一天 製造一件就要入營 究竟是否呢 行指方面 今早低開53點 做23627點的位置 最新現在跌67點 23618點 繼續捱著236 似乎不是太大的方向性 和大家看看藍售股 現在升最多是招商局港口 144 升1%左右 21.8 剛剛出現業績的港鐵 現在升大約0.7%左右 做中是41.8的位置 下個市炸一聲 已經跌了100點 做中是23591點 至於跌最多的藍售股 我看到有國泰 國泰跌2% 早兩天升得比較多 現在是11.68 夢牛跌1% 15.14 旺旺也跌1.5% 落回5.06元 如果重磅少少 看到新地 是一般的 新地跌1% 剛才 現在跌0.7% 做中是112.2的位置 跌大約0.7%左右 市跌90點 23597點 道指一個月以來 首次出現兩年跌 但昨晚是否跌很多 又不算跌得很深 跌了29點 收市道指 另外 納指跌了0.37% 市場關注美國國會眾議院 提出廢除和取代奧巴馬醫改法案 與此同時 投資者都繼續關注 究竟3月份的加息的可能性 都差不多加強 但是 這個陰霾都會持續到14、15日 月中的時間 才揭曉到問題 今天看到外圍方面 除了道指方面 偏遠 都要留意Snapchat的母公司 Snap 連續第二天是大跌 由上市四天 由天堂到地獄 兩天 重挫接近2成 一 不知大家有沒有玩Snapchat 一件即焚 一件馬上扔走 我也有玩過 不過 不算是一個常用的狀態 另外 留意我們這邊的表現 市跌85點 23,595點 我們看看內地股市方面 最新的表現 內地現在三大指數都真的偏遠 跌大約0.1%左右 現在最新上陣跌2點 3,239點 深陣跌16點 10,535點 護深300跌4點 3,449點 倡業板跌3點 1,974點的位置 留意 看見內地股市沒有起色 不如跟大家看看 今天一定要看實的 就是763 中興通訊 因為我已經 擺出了 號碼 跟大家看看763的表現 現在看看 因為他最新跟美國和解 用錢去解決問題 亦出了一個刑期 今天只是中興通訊的通告和新聞 整個板子那麼多 現在中興通訊升大約3% 正在做12.68的位置 留意 中興通訊和美國政府達了一個和解協議 支付接近9億美金 加起來還有一個3億 過8億 中興通訊承認向伊朗供應電訊設備 違反了國際緊急經濟權限法 和美國司法部達成了4億3千萬美金的和解 中興通訊同時和美國商務部 和美國財政部達成了和解協議 中興通訊總計同意向美國政府支付8億9千多萬美金 若中興違反和解協議 美國商務部便會再徵收3億美金作為一個懲罰 根據協議中興需要接受獨立企業的合規監察 為期三年 協助美國司法部任何刑事調查的要求 看到要罰錢 但為何中興現在還可以升至4% 因為他出了一個刑期 預料首季的淨利潤 按年最少升超過2成1 他說預計今年第一季淨利潤有11億5千萬至12億5千萬人民幣 剛才是罰美金 現在第一季就賺人民幣 按年升2成1至3成1 公司說由於本季淨利潤預期增長超過2成 主要由於營運商網絡收入和消費者業務收入 同比向上 帶來營業收入和毛利得到雙雙提升所致 還有 究竟 這件事是怎樣的 因為 除了剛才被人罰錢之外 亦有刑期 亦預料 因為按照中國會計準則 由於要有8億9千多萬美金的相關損失 根據中國會計準則 去年預料要虧23億6千萬人民幣 其實是好定位 其實應該是不好的 但是因為美國搞了中興通訊 已經相當多年了 現在可能用錢去解決 而且我想這些錢 中興通訊雖然是一間民營公司 但都可以做到國防的設備 你說中央沒有幫忙 我就不相信 好像華為一樣 所以我覺得如果現在 算是中國和美國方面 有少少和解的情況 A股其實中興就停了牌 H股現在抽中6% 去到13元的位置 已經升上8毫 中興以往我都很喜歡買 因為他以往很喜歡送紅股 每年操下操下操下 但剩下了一段時間 我就已經沒有再加注 但還有一柱紅股 在一個完全沒有用過的戶口 我近來都開了那個戶口 但那一柱都還在 但你說買不買呢 我會建議先看定一點 但被美國追了這麼多年 如果用錢可以解決的話 我覺得都是好事 而且見到業績有改善 現在12.9% 升大約5% 好 這張通告和大家先看到這裡 然後看看停服牌的股份 1072是停牌 就是東方電器 停牌前一部8.28 他們以待看法有關公司 可能進行的主要和關聯交易 和清洗的豁免公告 停牌前報8.28 還有一隻天順 昨天急跌 之前秋星 天順1141 很多人喜歡買 但這裡沒有提過 因為我不敢買 停牌前報3.1.5 暫時不知道停牌原因 還有服牌方面 這邊有個常客2168 認得氣體的服牌 現在升0.5% 做6.25% 得到提出現金要約 每股是6元 終於是否談得好 收到泰盟提出有條件的志願 全舊要約 每股作價是6元 給停牌前折讓3.54% 涉及金額超過112億 公司正考慮泰盟要約 並且計及所有相關因素 包括任何潛在競爭要約 公司股東 包括董事長 趙漢提 泳濤投資等等 都已承諾會接納要約 呼服買賣 現在6.26 升4仙 升0.6% 0.6% 繼續看 如果一個買得成 一個買不成 再看TVB 511 TVB現在跌3% 去到32.8% 之前說不看TVB劇集 不要緊 只看這單都搞定 按錯了 00511 因為這單更好看過大台劇集 現在又說全企影業撤回收購電視廣播的要約 所以跌3% 落回32.8% 電視廣播公佈 收到全企影業的通知 已撤回公司股份提出的要約建議 除非得到證監會的同意 否則由今個月7日起 以計的六個月之內 全企或與他一致行動人士 需要受到合併守則所約束 被禁止提出任何其他收購建議 即是六個月內都不能再提收購511 現在511是32.75% 下跌3.5% 另外通告方面 繼續看匯控 因為匯控繼續有做回購 現在是63.05元 下跌1毫 在倫敦那邊 再回購228萬股股份 另外匯控向瑞信出售 美國樓案的貸款組合 套現接近15億美元 現在是63.1 暫時跌大約0.1% 現在見到匯控方面 宣布 旗下的匯豐金融和美國匯豐銀行 在2月23日同意和完成出售 主要為美國住宅按揭的貸款組合 給瑞信旗下的全資公司 DLJ Mortgage Capital 作價14億9千多萬美元 可能有壯士斷備 斬斬去 就會走得比較好些 匯控 現在63.1跌大約0.1% 另外業績方面 留意這隻 66 港鐵 我又有這麼多個號碼 66 港鐵方面 昨天出了業績 全年順利跌了2.1% 派末期息82先 和第二次特別息 港鐵現在41.7% 升大約0.6% 升兩毫半 最高曾經在41.9毫半的位置 好了 我都要喝一口水 剛才答應了幾位朋友 66334386那裡 今早因為我9點回來 已經在看66334386的問題 所以我就答應了幾位 包括了1919 1660 1800 還有有人問騰訊Call 因為今天會有新環節 在10點半至10點9的時間 會有雷神出場 到時 講Call 講Put 當然是問他 所以你們丟下 CallPut論的問題 我都可以直接向雷神請教請教 昨天都公告了 今天會有新環節 歡迎大家 可以繼續WhatsApp我 66334386 會解答大家的股票疑難 我先喝口水 待會回來和股評人聊天